温和双打接他族战位到底有哪些基本战术 往前队员在封往时时头有规律和群 发烧友前来问诊 敲截教练手道病除 我是姐姐她是我弟弟 我今年47岁 她43岁 那么我们俩在一起配合也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我们俩在这个实际配合当中呢 确实也碰到很多配合当中的问题 经常发生一些争执 有时候甚至呢不愉快 俩人那个还都互相就不说话了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也是带着问题来 老师对 直列直列 对对对 好 停 我刚才看了一下两个问题特别突出的 就是混合双打 鱼子选手啊 一定要在往前 要尽量的前往前 为男选手串造后场进攻的机会 刚才呢你们在打的过程当中啊 往前全空出来了 从哪开始呢 从接发球开始 就不对了 接发球的时候 你站在这个位置 你站在这接发球 那么大的空弹露出来 双打的特点就是要平 要快 要尽可能的 要强满 女方接的时候 你要大胆的要比单打要前半步 并且你的手啊 大胆的要抬起来 为什么要搁在这个位置呢 你很快 球来了你很快 如果你的手在这个地方的话 对方的发球过来 你还要拉起来 太慢了 太大 重心要提起来 那么这个位置你看啊 你接 如果他发这个地方 你蹬一步 对 如果呢 他发那个位置 他要经过你的头顶 你也可以不怕 那么接这个球呢 这一点的球呢 你很快 你选手站在这个地方 接发球 那男选手呢 你应该站在哪里呢 这个位置 如果他站在那个位置 对 你看你能很快的 你就踩上去 然后如果发后场球 你跳一步 你就可以到后场 平常就是习惯于它 你还要稍微靠后一点 因为怕 如果发后面的球 他退不过来 你能退过来 你看你站在这 你来比划一下 一个垫步 你不就到这了 你一起跳 你试试 走 对 一般情况下不这样子 嗯 不这样子 好 你不用 你斜着跳 你看你这样打球 你不简单了 对 你不用 再去转体 你判断它球一过晚 你要尽量地争取高点 把球碗下走 即便它的球发球质量很好 擦碗而过的话 你也要尽可能地高 你的接发球才可以 比较积极主动 那么担心没有他们这个能力 你跳不过去后彩球 那你可以遮踪一下 你可以往后车半步 但是也不能站到你这个那么后 那个太消极了 右场区你站这个位置 那么左场区的时候 你要站哪个位置 你是不是应该站这个位置 或者哪个位置 你觉得应该站在那 我觉得是中场偏左一点 这个位置 你中场偏左一点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空弹了 正手 因为什么呢 你反而你在左场区 你应该站在场地的中间 为什么 它的发球是从这个角度过来的 它打你的这个斜线的这个角 它要经过你的人 它要过你的人啊 你可以给它拦击 而你如果要站的太靠左边的话 你这一点恰巧是个空弹 场地的中间偏前一点 这个位置 抬着手做好准备 你接发球的时候 左脚真体的重心 全部在左脚上 如果是前场球 你靠右脚登地 去往前登步 连登带跳的一个跳步 你看就接着球了 那么如果是来球在后场呢 你用左脚 登地 你看往后撤 起跳 就接着了 左踩右踩 都是这脚步 你们的优势应该是男选手在后场进攻 女选手在往前 为男选手串到机会 那么对方呢 要破你们 他肯定会把女选手吊在后场 像刚才有一个球 把女选手吊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你当时呢 你怎么想法 但是我的想法就应该 我那么觉得 他应该是 你又要顾后面 又不太 又不太敢 我又敢往前跑 如果你往前跑 你觉得不对 应该是前场 应该是女选手负责 所以他不好办 又不能不顾前面 还必须要顾到后面 因此 这种情况 你怎么样处理呢 对方发一个球 发在这个位置 那么女选手 退后接球 男选手呢 在这个位置 你刚刚说了 你不好处理 你在这 不知道是要顾这呢 还是要顾前场 对不对 出现了一个尴尬的 比较尴尬的局面 那么这种情况 你从这接了这个球呢 你要迅速的你散 你散到这个梯形的位置 基本位置 那么 那个老虎呢 就到中场这个位置 就形成了一个前后 站位的进攻的队形 反过来他把你吊在这个位置 你往这一边散到梯形部位 那男选手呢 从这边 相应的又转过去 转到后场 如果说男选手 在接这个 发球的时候 两个选手 男选手跟女选手 单位一概 怎么办 来我告诉你 你的右脚要在这 大概在这个地方 他接了小球 他就要退 然后你马上就得移过来这 那么他要是到后场的话 你更是要立马 你要站在这个墙中间 这个梯形位置 那么老虎你到这边来 你在他在这边接的时候 嗯 你女选手的位置呢 就在这 对了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 激发球 你可以把右脚 搁在前面 倒过来 因为现在是他在接球 对 你准备着 因为那个距离 迷离最远啊 你要便于 你往那个方向移动 对 因此呢 你把右脚搁在前面 这样会比较顺一点 我们两个有时候 就是思想不同意 为什么 我跟他说 你应该尽量压到前面去把位置转过来 这个不是保证的 因为这个这个问题是原来呢 偶尔他体力不太好 状态不太好 然后我觉得他人家老打他两次 他顾过来 我就要我想 你要扳他一下 然后再帮他 但是实际效果怎么样 实际效果 他们的战术目的就是要把女子要掉 你一到后他就乐了 对呀 对方就帮不着你 你要破他你怎么样破呢 就是说刚刚我讲的那个犯法 来回的过程当中很快啊 你没有这个意识的话 你就失去了 打之前就是想法 你要打你被你被压到了不用怕 然后你掉一个往前 马上就往前走 你就不要管 把那个位置空出来 马上我就位置 你一动的话 他马上他 你往前冲 他肯定就要往后撤 对 你们俩始终要均匀的 要在场地上 如果说你打完站那不动 我就只能站在这 他就不好动 他不好 不知道要于前 还是要到后场 行 这个他 你们俩一直老在说 是吧 这次 这次给明确了 必须得 这样一个基本的 就给老师说了才能明确 基本的 好 行 嗯 对手过来的球 一定要是在你们的空弹 他老打你俩的空弹 你俩的结合部位 中场或者前场 他不会把球送在你手上 这一点是肯定的 对不对 对 那么现在呢 我就告诉你 那么男选手在后场进攻的时候 你在前面 通常呢 只有几种比较常见的方法 记住 简单的两条 你站在中间这个地方 你的同伴 男选手从这个地方 如果他打对角线进攻的时候 你的站位 你不能等在这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同伴在回这个位置 男选手角度比较小 他可以联系 那么你要往这一边移一点 你要准备他打这个空弹 你要来这封堵这边的球 这个是一种情况 如果你男选手从这个位置 他打直线球 那么你的站位 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偏左 不应该偏左 但他攻直线的时候 你要死死记住 他因为直线球 风长 质量比较高的时候 他也很难回斜线球 这个时候 你要注意封直线 封直线 对 相反的他从这个位置 攻直线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我也是 你在这 我们要拼 对 你要去 把注意力放在对方 回直线球 因为他直线进攻 如果进攻的很边的话 边线这个位置角度很好 你想他打这边对角线 可能 肌力很小 那么你要往这边移 你要压 注意封堵直线球 那么当你的男选手 往这个位置 打对角线的时候 你呢 就要往右 你要往 对 注意封 往右走 你始终抓住一点 你要去封堵 你的对手 出直线球的那一点 在 明白这个道理吗 明白明白 这个我们叫的 你要有意见性 你要有意识的 提前的做出一个预计的可能 这样的话 如果他的来球真是这样 你会很快 双打就是要不停的轮转 不停的转 不停的转 不停的补位 相互要补 作为女选手 你要相信你的同伴 他的能力 你要相信你的同伴 就这句话 我说过他无数次 他就说 你对我不信任 是 相互弥补 相互配合 相互补台 就会非常默契了 是 就叫默契了 对 然后你的 我说你不停的转转 你不停的转转 你不停的转转